好 看到中央流情疫情指揮中心要求 讨厌诺富特饭店近日14天即将到期 员工爆料说饭店现在已经通知说17号就要恢复营运 担心消毒送餐SOP没有落实 恢复营运恐怕会不会再次上演焦塌感染呢 讨厌市政府表示指揮中心跟民航局 希望诺富特一二馆作为防疫旅馆 诺富特则希望一馆能够维持观光旅馆二馆 作为华航机组员的防疫处 而另外再找地点来供外籍航空机组员隔离检疫 现在双方意见是分歧 还没有来决定到底什么时候会恢复营运 但是有员工爆料说17号已经接到通知 在17号就要恢复营运了 好 持续要看到这回因为华航机师染疫的问题 在5月1号劳动节这一天 全国劳工休假一天 但是全出确诊的机师案1183 在自己都没有被匡列的情况之下 劳动节也就是当时很多人都出游 那一天星期六 他跑到桃园知名的凹泪 华泰民品城逛街喝咖啡 当天出游的民众很多 现在大家担心 民品城部分一天消毒了八次 华泰民品城广播园区进行消毒作业 工作人员在出入口喷洒药剂 连花浦跟户外广场都不放过 华泰民品城是桃园知名的 OLED购物中心 跟机场捷运A18站紧紧相连 五一劳动节是周六 所有的劳工放假一天 华泰民品城涌进了大批逛街吃美食的民众 但是5月8号确诊的机师案1183 却在这一天来这里逛街 内部员工也一起帮忙 在手扶梯喷洒酒精擦拭 另外一边则是直接把药剂喷在扶手上 夜者们都不敢大意 镜头拉到中立永平街的咖啡厅 桃园市府消毒车直接出动 来门口进行大清销 店长对案1183很有印象 对这个人有印象就是因为我跟他聊天 因为他自己也有强调说他有打疫苗 我们现在就是配合政府的措施 咖啡厅要避电消毒 想必对生意会有影响 另一间拉面店的客人恐慌 老板娘也很激动 我那个点的面我不要来好吗 谢谢 客人一听有确诊者来过 叫的面马上不要了 老板娘心情也不是很好 由于公布足迹就表示 这指挥中心无法掌握接触者 因此提醒所有在劳动节当天 曾经到过华泰民品城等三个地方的民众 先行自我健康监测 有症状要尽快就医 记者刘志展王志文王一仲 桃园报导 国会大现场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今天临时取消利润被许应该由次长代拿 根据了解 一次因为华航机师又增加了一例确诊 把时间交给佩萱 那个带预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焦点 今天本来卫福部长陈时中要进入到立法院的 未还委员会来备询的 但就在今天早上八点钟 赵伟陈玉珍临时接到了一通电话 陈时中告假 改由卫福部的次长薛瑞源来带打 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指挥中心将开一场新的记者会 将有一个新增的本土个案 也是华航机师又出现了确诊 当然这个讯息还是要由指挥中心来公布为准 但是这消息一出 其实陈时中他是紧急的告假 他跟交通部还有华航进行了一个紧急会议 对此卫福部刚刚已经证实了 刚好带你听一听看 他现在在主持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召集交通部跟华航这些 详细的话下午的记者会部长会宣布 对对对 那想请问一下印度专机 有点专机取消了 那是为了什么 那个不是由我们取消 主要是这些航空公司已经 雕渡不来 因为也很多航空公司不愿意再飞印度 这段时间 而在后半段这个问题呢 大家是问到关于在印度包机 现在怎么处理 他们也说 我们最后一天也是 向我们的科技来进行的是输运 但是我们就不禁想问了 是不是在我们的防疫下半场因为出现了破口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感觉到的是卫福部这边 每一次受访的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没自信 尤其越来越消极 而且可能还出现了状况外吗 因为刚刚您可以听到卫福部的次长薛瑞元 他讲到的是他其实对于包机的进度 他现在也是不清楚也是不明朗 而且要看各国目前帮协助的状况 而另外针对的是我刚刚讲到今天下午将新增另外一起 又是及时确诊的个案 那这部分当然陈时中也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 包含了是交通部 包含了是华航方都将出席 但是这就代表一件事情了 华航的群聚感染至今都还没有办法补破网 尤其到底在什么时间检就开始 是不是早在当时公文有人示警的时候 二月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破口 只是越破越大洞 直到现在要来补破网才会变得这么困难 主播 好的谢谢佩轩 再来看到呢 这个华航诺富特群聚感风暴持续扩大 国民党团在今天上午也召开了 记者会痛批陈时中 还有郑文蔡谢泽 带您看到现场最近状况 你给美国那么多承诺美国人给了我们些什么 你们三个人这样子的所作所为啊 包括陈时中 包括陈其中 我觉得都是在出卖台湾的人民 你们这种行为跟叛国有什么两样呢 谢谢 那我问也觉得就是怎么看说 WHA暴民实践下期 台湾依然没有遭到邀请 然后政府说会强加会鼓励到最后一区 然后城中也对政界新表报 是这个高度的期待 那我认为怎么看 他会觉得台湾今年有机会受邀化呢 我想今天是10號嘛 5月10號是暴民截止的日子 WHA這個年會的截止的日子 前兩天我們看到很多的國家 尤其我們當然看到美國的國務卿 布林肯說要台灣 要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參加WHA的大會 很多的國家在他們的國會也都是表決通過 我們在這邊呼籲一下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麻煩蔡英文 麻煩吳釗燮 打個電話給AIT的處長 打個電話給 美處長叫美處長 立刻打電話給 美國的布林肯國務卿 請他在 大會的時候主動提出來 邀請台灣 我不知道這些這些 講法在台灣 拿來宣傳是大內宣的 還是要幹什麼 實質去參加是最最最重要的 既然 美國都已經那麼善意了 麻煩 蔡英文 跟陳昭謝 就好像你要開放 萊豬進到台灣來 一樣的那麼激起 麻煩為台灣的人民的健康 為台灣 台灣的這個 衛生的資訊的交流 多做努力 不要不要看到老美就自動按摩 好不好謝謝 好 您看到國民黨團 總召 菲蓉泰在今天早上呢 也就開始記者會 針對呢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陳時中 還有鄭文燦謝澤部分 另外表示說 是不是要提出 WHA邀請函 但台灣還在等嗎 外部表示會繼續 變動